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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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讲的中午酒厂这个工厂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工厂我也没有想到我自己会去做酒厂 因为我本科所学的是所有的有关水上活动的其实所有的征兆应该全以来来讲应该我也算很齐全了从工作潜水到休闲潜水到游艇但是这个都是过去的事情现在要讲酒厂的这一段是因为讲一个比较粗俗的话 我的屁股太痒了 因为在92年的时候台湾刚好要进入91年的时候要进入WTO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南部的时候就开始在思索一件事情 所以就有一个申和这样的一个生技公司跟台中农业改良厂去合作怎么做呢 申和这一间公司它是一个菌种专业的公司那农改厂有很多农业端的总库总苗 所以我们就以这个为基础去农业改良厂去挑两个比较特殊的米种 让申和这一间公司来开发把好的米配好的菌种去开发另外一个商品端 所以才会有中府酒厂的这一个酒厂出现 哦 为民国92年建户开放民间可以製作酒油的开放后 中府酒厂是我们宜兰第一间建户核准政府核准可以制酒的酒厂 我是感觉说差别的事情是 我们台湾很多的浪费都有自己的酒厂 是说他们都说酒庄 宜兰投城也有一间不小的酒庄 其实酒庄应该可能马大哥更熟 宜兰酒庄应该也不止一家对不对 可是酒厂就我们所知像金车公司那个就是葛马兰酒厂 还有就是中府酒厂 那论历史论这个资历的话 中府酒厂是在宜兰是第一家最久的 那为什么这个酒厂跟酒庄 我真的是太外行 给我们外行人教一下 酒厂跟酒庄的差别是什么 其实我们早期酒厂跟酒庄的划分是以产能来划分 是以产能来划分 但是现在慢慢法规区域一致的时候 就没有再分的那么细 是你一开始登陆的是以什么样为主体 那在宜兰来讲 现在大概有十间左右的 新的大的小的家家种种 应该大概有九间还十间的一个民间制酒业 那我们今天把它划分开来 因为这些制酒业都是好朋友 我常常在讲一句话就在讲 大家怎么去把所有宜兰县的这些制酒的同业一起提升技术 而不是一起互相去攻击 去做不好的一个示范 因为我们宜兰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很有真正美的人 所以我们要跟白的管齐没什么样 哦 要怎么跟白的管齐没什么样 大家那种相信力要凝结起来是吗 对 比如说我跟长久酒庄好了 长久酒庄的卓先生也是卓兄也是很好的朋友 还有我们主任 萧主任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 还有新的 那是朋友啊 酒友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坐下来没在喝酒的 哦 自己叫酒自己都没在喝 有什么 要是一种面对工作就是工作 就没喝这样吗 没有啦 现在其实喝酒不开车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但是我常常在讲 因为酒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但是大家忘了去读他的说明书 酒有说明书咧 你没有看到过 没有 只有看到成分啊 不就成分啊 这是什么酒 这是什么东西 这样而已 对啊 但是我们大家都不记得那张无视的说明书 因为我们的人肝肌能在代谢 他有一定一定的一个角度 我们喝一小杯 浅浊一小杯 他对气血的心怀一定很好 肝肌能要代谢也是很快 可是因为这个东西你觉得不错 你继续喝第二杯 第三杯 但是你的肝肌能开始变护合 就跟你说的 开始准备爆肝啊 你护合的工作了 你受不了了嘛 受不了以后 是不是开始你的无形中 你的身体机能开始在变化 但是你一开始还不知道 因为它是一个让你非常放松 又让你住心的一个小工具 所以我常常在讲说 只要来到我们中湖酒厂的朋友们 我常常在讲说 酒一定有说明书 你一定要好好的去体验这一段 但是这一句话也打到自己 你买这位人叫人没喝酒 现在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啦 我把所有来到我们酒厂的客户 其实都是当做朋友 不管你是两个人来 或是十个人来 只要我有空 我一定帮你导览 跟你介绍 帮你分析 然后让你很清楚的了解到 那整个自久越大的生态 跟它的变化 因为这个东西会 攸关到 我们是要往善的方面去循环 还是饿的那一面去循环 它是有它一定的一个道理存在 嗯 今天可能大家 也是现在想想说 有什么 大米奈 这个时间 会来邀请到中府酒厂 马老板来这 他不是来买酒哦 他是来跟我们说 喝酒也是要很有尊责 要拿捏 要照顾身体 啊到底大米是葫芦 卖什么药 当然这是跟咪咪之音 有非常直接的烟粉 不才会请到马大哥 我们很多宜兰 做的这个修容 自己美装出来 啊哦 竟然有人不知道哪 哪哪 马大哥刚才说的屁股仰 呵呵呵呵 都去想就说 啊不然来夹米酒好吗 呵呵呵呵 所以就来 呃 找到中府酒厂 来合作看看啊 我米没多 啊不知道 可以帮我夹这个小农民 来做成米酒 可以喔 变成一个附加的农产品来买嗎 有时候买米 那真的是很辛苦的过程 所以到夹那边就发现 哇 很多小农 其实有这个需要 不要说小农 可能我们 所有的听众朋友 如果自己有些製造的 不要说 可能我自己製造的这个东西 可以来跟酒厂合作 可以来製造 先自己拼白的酒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会有很多很趣味的 新的学习 啊最主要啊 我们也是知道 说原来有这个地方 他们很支持小农的这种 製造的方式 友善工作 尤其他们也都很支持 我们在地发展的这种 结构的技术 支持我们自己的农产品啊 帮助解割的一些农产品的 滞销问题 所以当然今天要来听看看啊 他们是一种什么样 魔术师的方式 可以来帮助 这么多啊 新手 都不拥过地方 不拥过农作物 这样 匆匆就来製造 还要来合作 可以结束自己的酒 我相信这个门槛 一些基本上 遇到的困难是很多 还有中复 14岁 因为我们宜蘭第一间的这酒唱 那怕在那年的头前 应该的人也是很多 风险 很多困难的 稍等来继续听啊 马大哥来说 我们现在 这个 要继续 听一声 跟酒的关系 黄子轩 跟三瓶快乐团 同的吃酒的朋友 我相信 说得微微 谢谢 分身真 的 家的 好神 酒好 的 啊 酒花酒有你一个 啊 啊 啊 有什么买能说贪败 在你一杯人玩以前 幸福都在海底 好 再轻轻的再戳一口 再喝一小杯 啊 不要喝到醉 黄子轩 山平贵 这个乐团的歌家 10点19分 收听的是咪咪之音 第二个小时节目 我是大咪 还有今天来到现场 酿酒达人河马增 我看到马河就想到 动物河马 竟然叫成马大哥对不起 中福酒厂的马大哥 为什么你们会想到 然后会愿意这样 跟这些一些新手农夫 小农合作酿米 这个缘分 先回应一下 我在宜蘭的时候 早期人家都叫河马 所以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没有关系 也有人直接叫马河两个字而已 所以怎么叫都没关系 那刚刚讲的这一段来谈 其实中福酒厂最核心的价值 这一段我不是为了做久而做久 它是为了要改善农业端 所以我们常常在谈一个共享经济 如何共享 我刚刚开头在谈的 我们在农粮署那边 衰减了两个米种 其实我们不是务农 我不会种米 怎么办 所以就必须要把这两个米种 下到我们的农民身上 可是这一段 其实我们真的吃足了苦头 因为我们的农民习惯 盥行农化 那我既然要提升 它的酒的品质 我要衰减我的米种安全性 所以我就会去讨论一件事情 我没有那么高的第一目标 先做有机 所以我们直接设定一个 五赌的农业端 所以我只要弃作弃作的稻米 我都会弹五赌两个字 你是说从很早之前就这么做了吗 14年来我们就是一直 以五赌的产业来去处理这一段 那所以小农的出现 也来得蛮顺理成章的嘛 就是你本来就是会选择 这样子的稻米合作 这个就是我们讲自住人住 小农的出现不是我们帮忙他 我们应该要回过头来感谢他跳入这个坑 来一起 大家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怎么讲 我们产能虽然不大 但是我们努力去做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我刻意衰减两个米种 我希望做高经济价值的东西 其实我就是往比较高端的 Sake的那一个领域里面去去做处理 可是台湾的天后并不适合做这样的酒 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去摸索 这13年来守护这两个米种 一个是台中七十诺 一个是吉野一号 这两个米种我们守护了14年 很可惜13年前吉野一号这一段都没有成功 但是这两年当我们很好很好的 这些友善耕作的小农跳进来的时候 整个在做契机的转变 因为不管是我们宜兰的小农 花莲的小农 突然间中府收了很多很多 我们没有种成功的吉野这个品系进来让我们试 我们也收到了很多黑米红米 做不同经济价值的一个测验 可是如果是以我们自己的能力想要去每一个品系都去做的时候 它是有难度的 所以当跟这些小农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很开心的 虽然它是有一点点商业上的手法 但是它要生存 中府酒厂也要生存 可是我们怎么让所有的人变成三角关系 直做的小农 他倒明有出路 中府酒厂能够酿出好的酒 消费者能够买到好的酒 然后大家去爱护这一块土地 为什么你们在一开始的时候的设定 就希望是有机稻米来酿制的米酒的酒类 因为我刚刚开始在讲 我的酒厂其实应该讲 我的酒厂与其不如讲说它是一个酒厂 还不如讲我是一个研花的一个单位 因为我这个是一个产学合作案 我很有勇气 所以我说屁股仰就这样 把它变成一个酒厂 所以我常常跟来我工厂的展望报告说 应该要努力协助我们中府酒厂 能够发挥最大的功效 因为我们不是做私酒起家的 我们完完全全是以研究为导向来做这一段 那研究导向它一定要有云物料端 所以这个时候小农就是我们的生命资源 它不是拿来代工的 它其实是跟我们互相绑在一起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 这是一个共享经济 农业共享经济端的开始 生命资源 大家有听到吗 这四个字多么的强而有力 多么的让人家觉得有自信 就是生命共同体 马大哥 不过你们这么做 相信也是一个自己冒着很大风险 然后承担很大的这种要挑战 然后可能一些损失 然后一个一个难关 包括你自己也有设定一个门槛 想要做更高端的清酒这种的标准 所以那些应付的过程到现在来讲 是不是都还是很辛苦的过程 还是已经有慢慢看到成果收成了 其实问了这个话题 我其实讲三天像三叶也讲不完 有你表情好苦啊你 真的这种感觉 是真的是走过了以后 它的感受 因为从开始种米种的时候 我们从不懂稻米到被我们这些农民朋友 不管是惯性友善耕作或是自然农化或是他认为是有机的农业端 他教育了我们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就朝着无独的这个产业来谈 是因为我们要跟别人不一样 我才有机会生存 常常来讲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酒品 它通常都会有一些添加物 我不能替代四五百间的工厂去回答它添加了什么东西 这不是我们关心的话题 可是我要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有新鲜的素材 我不做添加物 我们好好的去把这一颗稻米极致的花灰来去做不同的成品 让消费者去感受到我们这些小农种出来的稻米 以及工厂端努力开花的东西 尝试把这一个过程让它去看到 让它去体验到 其实这是我们陆陆续续一直在前进的一个道路 所以我常常会讲说 每一次只要有 这个好像不太道德 只要有食品安全的问题 一产生就把我们再往上推一层 所有的消费者又会来问我们中午酒厂 你没有欧白乱咬 我说绝对没有 十四年十五年来 我就是这样慢慢做 没有生意也是要开门 有生意也要开门 所以我们常常来讲说 我有到生 7-11 比7-11 小七还到7-11 一年365天 中午酒厂几乎天天大门打开 你租了大门打开 因为你们好像也有走向可以参观导览的这一个服务 对不对 一般酒厂可能就以制造酒卖酒为主的话 然后你们最主要你刚刚说研发设计 这应该是最一开始的那个契机 那后来又走向观光这个部分了 现在 对 为什么要走向这个地方 其实观光这两个字其实是蛮成科的 我应该在讲说我只想要把我所有的酒厂的动态 让教会者看到去做结合 所以当我把大门打开 我不会刻意说我在生产的时候把大门降下来 你来看到的有可能是昏昏昏昏昏的一堆米粒啊 有可能看到那些汤子洗洗都拿那些 我们是要走在台 对 我一个我们真正真正对我们的辅导单位 我们的卫生局这些卫生单位来查合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是故意 我们真的很努力在做 所以我必须要去把这个东西日晒也好或做什么 可能不能完完全全满足到这种这一端 但是我相信我的东西是绝对很安全的 这个是法规跟实物上走的角度上会有一点点不太相同 那我刚刚讲说观光这两个字比较比较沉重的原因是 我们坐在现场 说得嘴巴转角 可是那是我说的啊 你也没看到了 我也没去管理那么多啊 所以为什么要把大门打开就是这个原因 其实很难想象的到 我中午酒厂全厂目前的人力只有三个人 他掌管了将近500瓶的工厂 真的只有三个人 真的只有三个人 就是一切比较那种系统化了 电子啊系统化这样子吗 其实不是 不然呢 是因为大家都是工友 因为你今天只要投入生产端 然后有人进来工厂参观 或是看到想要进来了解一下 我们就有一个就开始匆匆忙忙洗个手 去招呼客人 刚刚亲切啊 所以就是从这个地方去感受到我们的客人 我们客人很多台北的朋友 他来参访完了以后 他带着他的朋友又来了一趟 然后他终于找到窍诀 要来中午酒厂聊天 要找河马马河来聊天的时候 会选对时间 大概三四点 他较忙那时候就可以开工了 好 这样大家记得是三四点 所以现在这种 十一点半的这个时间 当没用的时候 只有一个秘密之音 当时可以这样把他输来这个地方 让他告诉我 让他听 好了让他休闯一下 我们来 有酒跟糖尾报 搖客等的歌 有酒跟糖尾报 拜托马扶下 我做糖尾报 有客人跟小朋友 好请问我 有酒跟糖尾报 十点三十五分 你等你收听的是 迷迷之音 第二十点 这部我是大迷 还有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中服酒厂负责人 马河增 河马大哥 头条在开工 他原本是航海专业 然后呢 现在是酿酒专业 这个身份的转变 也跟我们宜兰 现在很多修容 很多人家具 都要去 不管是年轻的 外来的 在这些地鞋混注 不管什么 背景来说 人生就是 很有可能 在一些 这个很关键的时刻 做了很大的转弯 今天也很 很欢迎 很感谢马大哥来 来混乡 就说 原来 他跟 我们这个 宜兰 一在地 宜兰 小孩 也可以 把他的专业 把他一生 置业 就留在宜兰 继续来发展 而且也帮助了 这么多 他说不是帮助 叫做生命共同体 都是效能 所以 马大哥 你你看 这么多 这么多 也是在生命中 一个身份 这么大转换的人 来务农 年轻的 各种角色都有 你看他们的转变 然后跟你这样合作 有没有对你自己 这个酿酒事业 又多了很多刺激 其实 一开始 跟他们来接触的时候 我就讲说 他们 在这么高端的 科技业 或是一些 已经那么稳定的 事业 要跳到 这个地方 来 来种田 真的是不可思议 所以一开始 我们就开始 在做调整 我们好像看到了 很多生命军 进来到 我们的 这个酒厂里面 虽然他没有 直接进到 我们工厂端 来去帮我们酿酒 或是做什么 可是在原料端的时候 就解决了 我很多的困扰 因为 我们在种米的时候 我们不懂 所以我现在 很简单的 一个角度上面 譬如说 我刚刚在谈的 我有一个 集野的品系 在宜兰一直 没有办法 护根成功 原因很简单 盥形农法的 这些农民们 他的 道致 受风力比较强 可是我的这一个 集野 他长得比较高 他受风力 比较弱 一下子就倾倒 倾倒以后 就变人工化 所以 他们就不太愿意 处理这一端 可是 这些小农 他不断地 在 在 在做转型 大家都种一样的时候 他就开始在转 大家种一样的时候 他就开始在转 那 这个时候 我们就产生契机了 我们有条件的 去衰减到 哪一个米种 他适合做酒的酒米 我们就可以开始 拜托这些小农 这些新的农民 因为他没有 没有这些压力 他就可以开始 全力地去帮我们做 做完了以后 就回到 我的这个研究案 这个酒厂的宗旨 他种完了以后 我把它收到 我的酒厂里面 发展我特别的一个酒 然后 让消费者能够品尝到 比较特别的一个酒 其实这是一个定律 譬如说 我们现在在 法规面里面来讲 有讨论 什么是酿造酒 什么是蒸馏酒 什么是再制酒 其实讲得很简单 这些 我们这些可爱的农民 他送进来的米 一般我们现在都是 做最初级的加工 做成米酒 可是 我们直接就很到位地 帮他做了一件事情 这一株米 是 哪一个农民做的 我们就让他 呈现在 他的酒的标签上面 你就很清楚 可以看到 他到底是谁种的米 然后 中午酒厂在帮他背书 其实 这个地方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不是我们的生产履历吗 我们很自然就走到这一端了 我们把所有的原物料端 都交代得很清楚 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吃的东西 那 我们因为现在人口 吃的米饭 米食比较少 所以 我把这个在 他有价值的状况之下 赶快转换成 另外一个商品 他就会变成一个 可以储存的一个过程 所以从这个步骤里面 我们开始去找到 一个发展的契机 那 在 米酒是一个最基础的工艺 所以慢慢 大家都可以生产米酒的时候 我们再开始调整方位 这是我刚刚在提的一个 酿造酒端 酿造酒端 其实酿造酒端 它的风险比米酒 还要更高 因为它有生命的 酿造酒在 在最黄金的时期里面 是前面 做好的那四个月 到八个月 这个时候 四口信 我们讲的 赏味期 其实是最 开始在往上跑的 可是八个月 十二个月 一年 两年以后 慢慢它开始衰退 到我们的 嘴巴 很挑的嘴巴 觉得说 它的口感不好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已经 衰退了 那我们必须要找到 它的这个真命周期 我们从这里面 怎么去转动 它的行销法则 这个就是 大家必须要去 共同去思考的 一个模组 那更简单的一个是 我把米酒 拿去泡制其他的东西 就变成我们所说的 药酒 再制酒 在工厂端里面 我不能叫药酒 我只能叫再制酒 所以把它导入这个东西 你的基础工艺 做得很好的时候 你可以千变万化 接下来就是 怎么去符合 政府的法规 所以 不是只有米酒的部分 然后更进阶 难度更高一点的话 就是酿造酒 是 然后 那等于是 我刚刚听着马大哥在讲 我在想 其实好像 像我们家 从小乡下地方 就会听到妈妈说 拿了一罐 那个 不明 标示不明的 妈妈就说 这隔壁往妈妈 酿的酒 其实好像一般自家 自己 酿小酒 这种 习惯啊 或者是 知识 做法 其实都会有的 可是如果以 刚刚马大哥你讲 小农已经可以变成是 生力军的情况的时候 也就是说 不是只是 那样子好玩啊 做一点点 小生产而已 小 一种 只是纯粹处理 滞销 他还可以 更像是跟中府 是算器做的 这样的方式 是吗 是的 我们应该在讲说 我们努力把 他的东西 变成 他的品牌 因为中府酒厂 是一个合法的工厂 我们把这个东西 合法登陆完了以后 他是可以大大方方在 所有的市面上销售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需要的米种 他恐怕他在做的时候 他会考量到经济压力上的角度上面 我们就可以达到 器座的一个模组上面 我需要这个米种 然后你的这一块地 种我的东西 种完了以后就交给我 交给我的时候 我就把生产的成本付给你 其实就达到这个第二个门槛上面 器座上的一个角度上面 当然在器座上面 其实一开始我们就帮农民设计到 让他不会去有那种 万一我种不成功的那种念头 其实我常常在讲说 以一甲地的角度来讲 在宜蘭大概应该是以一万斤上下为基础 那你原本假设种的是这种 台肯八号或是九号或是 或是鲜石 你一定有你的基本产能是固定的 因为你种了那么多年 它相差不会很大 所以你的基本收入假设是 我们来讲说是15万的时候 当我跟你在器座 你换了我的米种 我一定要保障你到15万 这一端你就不会害怕说 你收成不好或怎么样 这是一个模式 第二个模式是 当你去试验你新品种的时候 转交到我们中午来 我们就可以去做另外一个合作的模式 诶 种完了以后 因为你这个还没上市嘛 那来到工厂端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去研发成功 这个就是 大家没收缺 做得起来 我们大家落的材 做得没起来 大家消毒 都没那种什么代工 什么那些费用 其实是朝这个方向来跑的时候 又没有 大家从中就没有进 没有所谓的压力上的一个来源 所以不断的去磨合 那我为什么会再三的 去谢谢这些农民 因为其实 他们从来不会去想到说 我这个东西怎么样怎么样 我要什么什么 来就进来 外面也可以去摆吗 都不用去谈 等一下你有没有打枪过 你老实说 你有没有把谁的米打枪过 说这不行 这个真的不能够酿米酒 有没有过 其实我们努力在做 这一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角度 但是这个不是在米上面 这是在水果上面 我刚刚在谈的一个事情 我们要做一支好的酒 为什么我去检索米种 是因为他对我有利 那我们想想想想想看 如果你把不好的东西拿来做酒 他会拿到好的酒吗 不可能的事情吗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在讲的一个共享经济端的一个源头 所有的家庭主物或是所有的买方 他去买水果 去买东西 他都要东挑事件 都是挑好的嘛 那我的长相比较抱歉的 怎么办 就堆在那边一直都没有动 那既然是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我其实就就开始在 建议我们的农民端 我们适度的去分类 当分类的时候 既然他要美要漂亮 我们就把这一端比较美 比较漂亮的水果或是我们的农产品试出去 那衰减出来 比较状况不好的 不代表他的甜度或是他很差 是因为他外观不好看而已 所以直接就分类 分类完了以后 一端往市场 一端就进到工厂端 这个时候我们有时间做处理 有时间去思考 怎么去做它 其实柚子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验证 因为我们的柚子在 中秋节前 十天 应该是讲白鹿的那一个时段 他开始采收 采收完了以后 放到中秋节 它是最好吃的时段 可是中秋节过后 我常常问客人 你有多少人会再去买柚子吃 对耶 好像不太会去买的 那你这些堆的柚子 你一直想要说 我再多卖一点 其实 真的能够多卖吗 它还是有困难的 那与其不如 这一端就开始 先往工厂端去 跑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有多好几个月的时间 那如果你 不愿意去把这个东西释放出来 你又 一直堆在那边 等到它 柚子要烂的时候 其实是不简单 开始烂的时候 再送到工厂来 其实是很难去让它 找出它的生命 生命出口 这是我们举的一个例子 那相对性的 我们去看 宜蘭的水果端 从一年四季开始 我们的十月 十一月 十一月开始到二月份 它今早就出来了 可不可以这样操作 因为同样的 你我 吃金枣都很少 所以我们 把它分裂好的时候 期盼农民不要去砍树 换物种 或者宜蘭 就不是金枣的故乡 那我们要让它找到出口 我们就想办法去变化 其实这个出口 我们已经找到了 也开始在架构了 那因为 这个是 商业机密 比较属于商业化的动作 我们就不在这里谈 不行你要谈 开玩笑 然后 过了今早的时期 开始就是什么样的时期 准备开始要做梅子端 梅子酒 可是 宜蘭很少有人种梅子 所以梅子是属于中部 或是东部那边过来的 可是不管是哪里过来的 只要消费者愿意去使用这些 农民种出来 新土种出来的水果 它就达到目的了 所以我们尝试请它去做DIY 去做这一段 那梅子 再上去一点点的季节是什么 桑胜 桑胜它其实 做出来的酒 不会输葡萄 可是大家都一直认为 要葡萄酒 其实桑胜是很好的东西 它有将近18种的氨基酸 可是大家都忽略了它 只是说因为 桑胜 很少人直接先死 所以我们把它的 所有的优 优缺的状况找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让它去变化 变成哪一个商品 就决定在工厂端来去做它 往后一直推 还有红肉梨 还有百香果 还有很多很多的水平 难怪你说你比7-11还24小时 你根本一整年都没有空下来的时候 这个对于虽然说自己一直说 没有务农 不懂得种田的马大哥 但是对于整个24节气 或者是说对于农产品一整年 这些其实都是已经很有观察很有想法 那这些好像也就是跟自己的这个酒厂 自己酿酒的事业已经都融合在一起 所以刚刚讲的这些果树啦水果类 也都是要以有机或者说友善耕作的这样子的基础吗 其实我们为什么选择有机友善基础 是因为譬如说我们的梅子 我们要清洗 它是什么样清洗我不知道 但最起码它是友善耕作或是有机的时候 我们会先有一层把关 所以我们开始都是请农美去设定这样 相对性的其实越少去管理越好 因为我不需要很漂亮很漂亮的水果 对 有多力啦 对啦 好吃 然后安全 无独 对 然后对土地友善 这才是更重要的 时间11点50分 在一点五十分啊 你等你收听的是咪咪之音 我们听到中府酒厂的马和曾马大哥 啊 真的一个没有闲下来的人 心思也是没有闲下来 不过说了很多我们觉得 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 原来酒厂要忙的事情不是只是酿酒 而且说是有观光其实没有 他们更忙的是在做研发 然后做一些我们都还没有想到过的原来已经有走在很前面的一些想法 这里咪咪之音第二点间邀请到马和曾先生 马大哥中府酒厂负责人 他也是安农西游记的领导人 说有人说自己领导人啊 好可爱哦 不好意思哦 和马大哥安农西游记 这个哦 一谈可能又要谈一集 所以呢 这个主要是因为在三清香安农西 你们有一群也是爱乡爱徒的这些店家啦 很有想法的人 然后结合在一起做的一些新的小旅行的计划嘛 那我们有机会回来聊这个 但先哦 我想先请教一个 今天聊那么多跟小农合作制造米酒这个啊 马大哥你应该有应用哦 你应该记得当你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然后跟这些小农合作 做出他们自己的米酒品牌的那一刻 你觉得他们的感受你印象中有哪些 应该是爽翻了 我想说应该这个应该是大家互蒙其力啦 因为每一次像现在你走到我们宜蘭外面 你就会闻到一个很新香 大家都在抢收割的这个风味 冷气冷气走出来 这个时候他的米还没有出清的时候怎么办 新的旧的他怎么去摆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大家爽歪了 就是这个地方 因为新米进来了有新的东西 旧的东西其实就可能不知道怎么堆成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它调整到变成你 很好的原物料变成很好的米酒 我想消费者是不是也爽歪了 因为你买得到这样的好东西 对从这里面去互相去联动 我们才能够去达到我刚刚讲的三方面都赢 工厂端 生产端 以及消费者端 三个都赢 其实政府也会偷笑 因为这个是我要做的事情 有人帮我做到了 真的 那本来其实像中府也是属于 你说是政府也有算辅导吗 还是说怎么说的一个只是计划性的 然后本来也就想杀手就不管了 然后你就把他挖挖来做 其实也是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我们讲我们要生存 我们要生存 我们就必须要去变通 像一开始我们也很感谢政府 把整个全宜兰县的工厂联移在一起 对对 那联移在一起它就有功效 那我们因为是在三星地区比较边缘化 那早期一个人奋斗 我们是很辛苦的 所以刚刚主持人谈的安农西游记 其实就是从这里诞生 因为我既然有跟圆崖米 有跟行建 有跟蝶豆花 都在委托研究 都在帮他们家做生成加工 那可不可以把这一条 变成一个美美的观光路线 让所有的消费者能够来一个农事体验 这个时候就开始往这个方向走 所以我们其实安农西游记 它是一个990块钱到1090块钱的 一个设计好的体验游城 里面会包括参访 蝶豆 迷宫 还有中虎酒厂DIY 然后我们又去带大家去吃风味餐 然后再去做我们的冲尾北体验 其实对我们台北的客人 是非常非常喜爱这条旅游的路径 大家不要以为大米在做置入行销 我们没有任何广告的企图 但听起来还蛮觉得不错 原来有时候得到这些讯息 也是蛮重要的 今天时间怎么会过这么快 已经11点56分 已经要12点了 怎么办 要放河马回去他的池子里了 竟然要有时间 我们要不要人接受 竟然要有时间做安农西游记的领导人 好了 大家如果是有幸福的 记得可以搜寻关键字 安农西 西游 这个是西闹的西游记 那可以搜寻看看 如果也想做一些农事体验啊 小旅行的参考 或者是想去度假都可以 再来呢 这个关于米酒酿造啦 这个关心小农 然后小农的下一步 酒的下一步是酿造 自由品牌的这个米酒 这些过程 今天都很感谢马大哥的分享 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以及我们美丽的主持人 不客气 马大哥 我是最后 其实是想要问 你自己喜欢喝酒吗 其实 我只有四酒 我很少去喝酒 好 我们知道了 原来自己卖酒 自己都只有四酒 因为四酒就试不够了 感到七酒都气味完 谢谢马大哥 感谢咧